- 看起來很像一個SPA的神醫師 - 看起來很像一個SPA的神醫師 - 看起來很像一個SPA的神醫師 - 看起來很像神醫師 - 因為SPA通常會有這樣的竹子啊 - 樹頭啊 感覺是 - 他們其實原來還想裡面放瀑布 - 水 - 可是有電療跟水這樣可以一般 - 他們後來不行 - 應該是 - 他們還是要很自然的光 - 外面的光要進來 - 其實是有外面的自然光進來 - 感覺上面至少會舒服一點 - 至少讓病人的感覺心理上面 - 對 - 會覺得at ease - 對 - 那要做電療的時候 - 乳癌病人做電療是躺在背後上 - 他們把手舉起來 - 然後這個機器 - 其實他們躺在這裡以後 - 機器會在他的旁邊轉 - 整個人這樣轉 - 不是人轉 - 機器在人旁邊轉 - 對 - 因為我們乳房做治療 - 我們做電療的時候 - 我們不是直接照上去 - 我們是從旁邊照 - 因為要是直接照進去的話 - 你會影響到後面的肺或者心臟 - 所以我們要很擔心 - 要保護肺跟心臟 - 心臟 - 所以通常我們照是從旁邊照 - 所以它會轉到一邊 - 然後這邊照過去 - 然後它轉回來 - 然後往這邊再照過去 - 像從兩邊 - 從旁邊照過去 - 中間集合最高的放射 - 就在原癌症的位置 - 但是旁邊乳房 - 全部乳房都有照到一部分 - 然後我們還有特別的辦法跟技術 - 能夠特別保護心臟跟肺 - 心臟 - 那我可以請問一下 - 就是病人的感覺會是什麼嗎 - 如果是我今天是一個病人 - 我在做電療的時候 - 我是什麼樣的感覺 - 聽到的聲音又是什麼 - 它這個是完全沒有聲音的 - 是完全沒有聲音的 - 不像MRI會這樣 - 很大的聲音 - 沒有聲音 - 沒有聲音 - 然後你當時照的時候 - 一點感覺都沒有 - 是 - 但是通常乳癌電療要照 - 每一天照一次要照 - 通常大概六個星期 - OK - 所以可能三四個星期以後 - 你可能會發覺你回家以後 - 這個皮膚有點燒傷的感覺 - 是有點刺痛的感覺 - 是 就像紅紅種種 - 有點刺痛的感覺 - 對 - 像消傷的感覺 - 但是當時在這照的時候 - 其實一點感覺都沒有 - 那這樣子如果是有消傷的感覺 - 我還是要繼續回來照嗎 - 這個是必須要持續的神醫師 - 還是要繼續照 - 還是要繼續照 - 要照完 - 可以做一個像束後的治療 - 或是曬後燒傷的治療 - 所以這個電療科醫生會繼續 - 每一個星期幫你看一下 - 要是皮膚真正開始有問題 - 他會給你配特別的cream跟lotion - 讓你很照顧你的皮膚 - 然後只是 - 所以這樣子 - 然後通常照完以後 - 那些效果 - 那些症狀 - 不作用就會漸漸退掉了 - 今天非常謝謝沈醫師呢 - 帶我們從Huntington Hospital - 也就是Huntington醫院的第一站 - 走到了最後一站 - 身為一個乳癌的患者呢 - 如果有一個像沈醫師 - 這樣的一個乳房的外科醫師 - 可以告訴你 - 從第一站檢測開始 - 一直到最後一站 - 康復者之路 - 是應該怎麼樣走過來的 - 這樣的一個服務 - 其實對乳癌患者來說 - 是會更心安一點的 - 當然在最後 - 讓沈醫師要告訴所有的人 - 在10月4號有一個活動 - 今年2014年粉紅時代的講座 - 是在Huntington醫院 - 10月4號星期六九點鐘 - 對 - 10月4號星期六九點鐘呢 - 在Huntington醫院呢 - 在Huntington醫院呢 - 有一個2014年的乳癌焦點話題 - 在乳癌焦點話題的講座裡面 - 其實包含了很多的內容 - 選醫師有什麼樣的內容呢 - 像最新的診断的辦法 - 維他命D的補助 - 新的電療方面 - 或者新的治療關於三陰性HER2癌症細胞都有 - 對 - 這些話題呢 - 都是非常新的科技 - 當然我們也希望在10月份 - 這個乳癌的月份呢 - 很多的乳癌的康復者 - 都能夠來響應這樣的活動 - 當然也希望所有的婦女 - 可以好好愛護你的乳房 - 除了 - 因爲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